油焖春笋 这是一道杭州的传统风味菜 选用清明前后出土的嫩春笋烹制而成的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是嫩春笋500克 调料有味精1.5克 酱油75克 白糖25克 还有芝麻油15克 色拉油 这道油焖春笋的制作方法是 将去壳的春笋切去老头 然后对破成 用刀拍一下 再切成段 切好的春笋放在盘中 倒入两成热的油锅中 用温油炸一下 然后把春笋倒出沥油 春笋再放回到锅中 加入酱油 白糖 再加入少许清汤 用大火烧开以后 再改用微火 用大火烧开以后 靠置卤汁收干 加入少许的味精 然后再淋上芝麻油 最后起锅装入盘中即可 现在这道油焖春笋就已经做好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 汤水和原料应当一次加足 水量不宜过多 口味要甜咸合适 油焖春笋这道菜的特点是 色泽红亮鲜嫩爽口 百吃不厌